喜歡吃雲吞麵的朋友都應該聽過大三元 但這間不是大三元 但也是同一個集團 它叫做三品 三品本身的副線 都是出很多不同的雪藏、冷藏的食品 這次叫做三品麵食 其實它跟大三元的麵餐牌都有點相似 主要是雲吞麵、牛雜、牛腩 它的種類就更加多 它多了一些飯 另外大三元是沒有的 碟頭飯、牛腩飯等也有的 亦多了一些小食 以及一些冷飲的 冷熱飲、港式奶茶等也有的 比起大三元還要多元化一點 我習慣喜歡有時叫雙拼或三拼 這次我叫了水餃、麦魚丸、牛肚 三個是我的最愛 牛肚很軟 它的麥魚丸我都暫時在多人多 我自己就挺喜歡的 它是比較彈牙和麥魚的味道都很重 另外一碗就是牛肉 即是滑牛 還有雲吞的 雲吞是最知名的 我自己覺得它也屬於偏大粒 還有蝦是很爽的 當然每一次吃我都會配 它們自家製的辣椒醬 它的辣椒醬也挺香 還有我覺得是夠辣的 即是對於我來說 今天我去到只不過是Soft Opening 它正式開張其實要到八月 所以餐廳有少少混亂 還有冷氣是有少少故障的 今天我去到 但是也無損我吃麵的阿興 我配餐就加了一個凍檸茶 降溫 它的飲館是一提的 可以溶解但不是紫的質地 喝起來就舒服點 餐廳的一旁放了幾個大雪櫃 售賣一些冰凍的食品 冰了的例如是點心 即是黑餃燒賣、叉燒包 另外也有些小椒排骨 牛雜、拌豬手、雲吞、水餃 當然有 所以也挺方便 買回去加熱就可以吃了 至於座位其實也挺闊落 也挺舒服 有興趣就可以來試試 不過留意到 我去星期三便休息 那就不要來摸門釘了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 多謝